去年受到疫情影响而顺延开办的 瑞水香农会诱花季路跑比赛 今年第三届除了即日起已经开放网路报名之外 今年度也和台湾文旦策略联盟结合 办理了全台追花运动 从台南、台东、花莲以及宜兰四大文旦诱的产区 轮流的登场 推广行销台湾文旦诱的农产业 去年配合政府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工作 瑞水香农会将三月份登场的第二届又花季路跑比赛 延到了八月份举行 2021年新的一年到来 农会也早已筹办完成 即日起已经开放网路报名 我们今年的又花追香路跑 在奖牌的设计上面我们有做一个特别的规划 也就是你可以收集把它拼成一个特别的图案 那从一路从台南3月14号 然后瑞穗3月21 宜兰3月28 那跑完这个三个场次 你可以把这个奖牌拼成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一个图案 又花追香的这个路跑活动 那这次的路跑是半程 那有包含21K、12K及6K的亲子的部分 如这乡农会又花季路跑活动迈入第三年 穿梭在文旦又花盛开 又花香气弥漫的路跑动线 赏花、闻花香 相当受到跑者的喜爱 每年都吸引超过上千人来参加 今年度农会与台湾文旦策略联盟 要以全台追诱花的活动 结合台南、台东、花莲以及宜兰 四大文旦幼产区来轮流举办之外 农会今年也特别增加了摩采活动项目 要让每位跑者满载而归 今年除了丰富的玩赛礼之外 那我们现场也会办理这个摩采的部分 那奖品非常的丰富 包括我们瑞瑞温泉业者的这个住宿券 泡汤券、家电产品等等 可以说非常的丰富 那在这个补给站的部分 我们也搭配我们地方一个特色美食 乡亲民众以及路跑爱好者也忧心 今年的又花路跑比赛 是否也会再度受到疫情影响 总案师黄胜黄表示 相较去年同期网络报名人数 今年报名人数的增加速度是有些慢 也结成欢迎路跑爱好者都能踊跃报名参加 运动强健体魄才是抵抗病毒的最根本之道 记者时宇栏瑞瑞瑞采访报道